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交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交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交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交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 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 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 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 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 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 一张名为香炉焦码头的前世金生的展板照片在网络上流出 展板趁 2018年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这里诞生 试水 同时 展板上的信息还显示 建国以来 这里共建造了44个型号 822艘舰船 着眼于这块展板的权威性 不仅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命名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同样重要的是 该船厂强大的造船实力显示 除了航母 中国的高端配套战舰也在高速发展 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特混编队将具备在世界上手区一指的强大战斗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